你知道美国亚裔女高中生 学习的时间还没有跳舞多 一天过得能有多快乐吗 早上6点04分 今年16岁的妮可就会准时起床 妮可目前是一名高二学生 现在跟家人生活在南加州 妮可醒来后 会先把床铺打理整齐 接着去刷牙洗漱换好衣服 她就该去收拾东西上学了 因为美国高中有一部分课程 会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 所以妮可除了四本书以外 每天还需要带笔记本电脑 另外由于妮可是舞蹈队的成员 因此化妆包训练服等换洗衣物 也必不可少 搞定上学所需的物品 妮可就要下楼 拿妈妈准备好的午餐 虽然学校也有食堂 但妮可通常会选择自己带 主要是这样比较符合口味 与此同时 妮可还要用保温杯 装满冰块接一杯水 和带点零食去学校 早上6点50分 妮可和妈妈出门了 虽然在加州只要满16岁 就能考零食驾照 可如果想开车上路 副驾上必须要有一位21岁以上 有驾驶资格的成年人陪同 至于单独驾驶则要到18岁才行 妮可来到学校 会直接去操场和同学集合 然后在操场做10分钟热身运动 完时才去正式换训练服 前往练武士开始早晨练习 妮可当前正常的上课时间 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3点 今天是有新舞蹈排练任务 才提前一个多小时来而已 等妮可练完去冲早换好衣服 时间已经是早上的8点45分 接下来她就要和同学去教室上课 妮可的第一第二节都是西班牙语课 出于明天有一场考试 为此老师并不会讲课 而是让学生分成小组复习讨论 又或者和同学相互用口语对话 此时从妮可的上课状态不能看出 整体相当自由自在 上完上午的前两节课 妮可会有一点时间休息 期间她习惯吃零食垫肚子 再继续去上第三节班级委员会 这个课的主要任务 是看今天整个年级有哪位同学过生日 就要送去一张祝福贺卡 即使彼此完全不认识 纯粹只是希望每一个学生 能感受到来自同学的关心 妮可送完贺卡回来 会用剩余的时间弄黑板吧 内容就是喜欢的卡通人物 再加上自己的头部贴上去 妮可今天的第四节是舞蹈课 这个课程属于选修课 美国高中学生出了必修课 还要根据自身兴趣爱好 选择不同的选修课学习 诸如钢琴 体育 戏剧等等 结束上午所有课程 就是妮可的午餐时间 她一般会跟同学在操场 一边玩闹一边吃 整个过程有一个小时 最后还要再上一节英语课和数学课 到下午三点妮可就能放学 不过她今天还要留下来 参加集体舞蹈排练 时间来到傍晚六点 父亲才来和她一起回家 到家后吃完晚餐洗好早 妮可会看课外书到九点 才处理没有完成的家庭作业 妮可每晚会在十二点前上床睡觉 这就是美国亚裔女高中生的一天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 你对这种生活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